第十章 信光时光 吕帝曰 回光之法 原通行著作我 只要自得技巧 无前间是云 须是生白 光非白也 但有一说 初未见光时 此为孝雁 若见为光 而有意者之 即若一时 非信光也 此不管他有光无光 只要无念生念 何为无念 千修千处得 何为生念 一念一生迟 此念乃正念 与平日念不同 今心为念 念者现在心也 此心极光极药 凡人事物 任眼一照去 不极分别 此为信光 如净之无心而照 也如水之无心而见也 少请即为时光 以其分别也 净有影 以无净矣 谁有象 以非谁矣 光有时尚何光灾 此被出则信光 转念则时 时起 而光遥无可觅 非无光也 光以为时矣 皇帝曰 卢洞不生生 而生想 即此意也 冷言推开入门曰 不在臣 不在时 为还根 此则何意 臣是外物 所谓弃戒也 与无了不相设 逐之则任武为己 物必有还 通还互有 明还日月 借他为字中非无有 至于不辱还者 非辱而随名还日月 见日月之名无还也 天有无日月之时 人无有无见日月之性 若然则分别日月者 还可与为无有耶 不知因明暗而分别者 当明暗而望之时 分别何在 故意有还 此为内臣也 为见性无还 见性之时 见非是见 则见性亦还矣 海者还其时流转至见性 即阿南使辱流转心目为旧也 初八还四变见时 上七者皆明其一一有还 孤留见性 已为阿南主障 究竟见性既带八时 非真不还也 最后病死一破 则放为真见性 真不还矣 此被回光 正回其最初不还之光 故意毫志念用不着 便辱流转者 为此六根 实辱成菩提者 亦为此六根 而臣与时皆不用 非用根也 用其根中之性而 今不落实回光 则用根中之原性 落实而回光 则用根中之实性 毫离之变在此也 用心即为时光 放下乃为性光 毫离千里 不可不变 时不断 则神不生 心不空 则单不解 心静则单 心空即要 不着一物 是明心静 不留一物 是明心空 空见为空 空游为空 空望其空 思明真空 一文 于祖说 回光功法 不论行止坐卧都可以施行 只要自己领悟了其中的技巧 我在前面曾经提示过虚势生白 所谓的白就是指光 有一种说法 在没有出现光的时候 忽然虚势生白了 这就是练功的笑颜 在出现了光的时候 却用心意去追求它 就落到异世界里去了 那光就不是本性之光了 其实你们不要去管它有光 还是没有光 只要心里保持无念 生念的状态就行了 什么叫无念 就是佛家说的千修千处德 任何时候都修其清净 任何时候都会有笑颜 什么叫生念 就是佛家说的一念一生持 人的意念要一辈子修持 这里所说的念就是一种正念 而与平时的念头不同 念这个字是金心两字组成的 金心为念 念就是现在的心 这心也就是光 就是炼丹的药物 一般人看外界的事物 随便举目用眼光一照 还来不及区别事物 这就是性光 这种光照就像镜子 无心而照见万物 镜水无心而硬见万物一样 过了不久就变成时光 因为此时已经能区别事物了 这时镜子里有了影像 镜子已经不是原来的镜子了 镜水里有了影像 镜水已经不是原来的镜水了 光里面带有意识 还叫什么光呢 你们在回光的时候 开始时是一种性光 转念之后就变成了时光 意识一旦升起 光也就杳无踪影 无处寻觅了 这并不是说没有了光 而是光已经转化成了时了 皇帝说生动不生生而生想 生动了之后就不是生而是想了 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龙岩推开入门说 不在尘 不在时 为还根 这话是什么意思呢 尘 指的是外物 就是佛家所说的气界 与自我本心是毫不相干的 心如果去追逐外物 那就是把外物当作自己了 外物最终总是要返还给外物 返还它本来的属性 比如说门窗要返还 通气通光的属性 日月要返还 照射明亮的属性 虽然强行把外物当作是自己的 但最终仍然不属于自己 至于不能返还你的本性 那责任就在于 你而不在于别人 明亮必然返还给日月 等见到日月的明亮 就不必再返还了 天空有看不见日月的时候 人却没有看不见日月之明的心性 既然这样 那么区别日月的明暗 还可以以自己 有没有见明心性为标准吗 不知道根据明暗 来区别事物的人 当明和暗都不显示的时候 那区别又在哪里呢 所以这里面仍然有返还 就是还存在内沉 只有达到见性的时候 才停止返还 因为在见性的时候 见已经不是见 见性本身也就是返还了 所谓还就是返还那种 随执念而流转的性 也就是棱眼睛上 释迦牟尼向弟子阿难所说的 使辱流转心目为旧 使你随静流转不时 本心的原因 就是你的心和眼睛 被外物所困扰 释迦牟尼阐述 八十八环时 对于其中前面的七十 都一一说明了他们的返还 但到了第八十 姑且留下这个见性不谈 以作为阿难探索的凭借 认真追究一下见性的道理 既然八十皆有返还 那么第八十九不是真的没有返还 只有到最后连第八十也给破掉了 那才是真正的见性 也就真正的不需要返还了 你们修炼回光功夫 所回的正是最初不还的先天之性光 所以一丝一毫的意念也用不着 控制你的意念流转的 只有眼、耳、鼻、舌、身 亦这六根 而能使你最终成为菩提正觉的 也同样只有这六根 而一切尘缘和意识都用不上 所谓六根 不是指利用六根 而是指利用六根中的原性 如果不落入诗神而回光 就必须利用六根中的原性 如果落入诗神而回光 那就是利用六根中的实性了 这真是差之毫厘 谬一千里呀 用意念就是时光 放下意念就是性光 这里面有毫厘千里之差 不可不去仔细分辨 时神不断 原神就不生 心念不空 金丹就不结 心境则金丹自然凝结 心空则丹药自然生成 不执着于任何事物 叫做心境 不留恋任何事物 叫做心空 有意识地发现空 那还不是真空 只有空后连空都忘掉了 才算是真空 注释 一环 原本物作选 据道藏续编本改 二死数语见 冷言经卷二 原文为明环日轮 通环护友 经中一共举了八环 三阿南 释迦牟尼的从兄弟 后为弟子 释迦牟尼涅槃后 阿南与众弟子 传及佛经传世 使鲁流转心目为 就为佛告阿南之语 语出 冷言经卷译 四八环 佛家术语 冷言经八还为 明环日轮 暗环黑月 通环护友 雍环强语 原还分别 晚须还空 玉被还尘 清明还记 五八识 佛家术语 为时论 八识为 眼识 耳识 笛识 蛇识 身识 意识 莫纳识 阿赖耶识 解读 本章介绍了 性光和时光的概念 及其关系 以凡人照物为例 任眼一望去 还不及分别时 为性光 过一会儿 有了分别时 为时光 性光 如镜之无心而照 水之无心而见 时光如镜有影 以无镜 水有相 以无水 就回光修炼而言 通过修炼 忽然虚实生白光了 就是性光 在出现了光以后 却用心意去追求的光 就是时光 初念为性光 转念为时光 放下一念是性光 用意念是时光 与佛家八识相比 前期识为时光 后一识为性光 与本书第二章 原神时神相比 性光类同于原神 时光类同于时神 性光是先天之光 时光是后天之光 时光需要回转 返还 性光不需要回转 返还 修炼回光功夫的目的是 要修成先天之性光 如何修炼才能达到这一目的 其要领就是不能堕入 时神而回光 要利用六根中的原性 如果落入时神而回光 那就是利用六根中的时性了 其实不必去管它是有光 还是没有光 只要心里保持 无念生念的状态 只要清静虚空 自然无为 斩断时神 斩断杂念就行了 而不必讲究什么 行止坐卧的姿势 请不吝点赞紧